究竟是什么样的古墓 竟然动用了666人 拉着近万米长的绳索 就连叠中叠中的阿汤哥大壮 都要脱掉马甲亲自上阵 就在所有人一起脱拽了三天三夜后 古墓的大门终于开始松动 随着一声巨响 五珠入口的石像轰然倒塌 而尘封了数千年的法老陵墓 也终于重见天日 所有人都兴奋不已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等待他们的将是比生不如死还恐怖的遭遇 众人全副武装地进入古墓 只见古墓内别有洞天 四周竟占满了手持武器的兵马俑 要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俑 都是价值连城的存在 然而大壮他们并没有在意这些 反而静止走向了古墓正中央的 千手观音佛像 他们拆下佛像手中的所有宝剑 随后将他们全部插进了 祭坛中的锁孔中 而这时带头的阿伟 拿出了一个黄金打造的罗盘 现在只要将罗盘放入祭坛的神眼中 就可以触发机关 从而拿到传说中的神力三角 可就在这时 提前进入古墓的劳拉 却突然将它叫住 他告诉阿伟 真正的神眼并不在那里 起初阿伟并不相信 他认为劳拉是想骗走他手里的宝贝 但劳拉并不打算废话 他提醒阿伟 如果放置错误 那他们所有人就需要再等上五千年 才能再次出现九星连珠的天象 最终迫于无奈 阿伟只好将罗盘扔给劳拉 于是就在倒计时结束前 劳拉及时将罗盘放进了神眼中 随着罗盘的一阵旋转 祭坛上的宝剑立马启动了开关 只见一根巨大的钟摆 突然划过大厅 冲着佛像身上的水缸就刺了过去 可钟摆偏偏就差了那么一点 为了避免前功尽弃 劳拉果断纵身一跃 跳到了钟摆的上方 随后在他的助力下 钟摆终于成功刺穿了水缸 一瞬间 大量蓝色神水喷涌而出 紧接着缸内就散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就在众人快要被刺瞎狗眼时 光芒突然汇聚在一起 齐刷刷照在了祭坛中的盖子上 随着光芒慢慢散去 盖子中突然涌出了大量黑水 而那黑水中漂浮的 正是传说中的神光三角 眼见宝物出现 阿伟伸手就要去拿 谁知却被劳拉当场半路截胡 所有人立马掏枪瞄准了劳拉 却不知这时 地上的黑水竟然如同活过来的一般 纷纷流进了周围的石像当中 巨大的佛像突然活了过来 劳拉不敢相信地转头一看 只见佛像抬起手臂 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酷痴作响 所有人都吓得连连后退 紧接着佛像竟挥舞着三头六臂 就讽下了神坛 劳拉眼看逃无可逃 随即掏出AK 朝着佛像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然而对方太过强大 普通的子弹根本伤不到她的要害 而且就在下一秒 佛像张开双臂 随着一阵地动山摇 那数把几吨重的大宝剑 竟又再次飞回到她的手中 劳拉拼命地打光子弹 没想到怪物只是转动了一下脖子 竟又换上了一副更加凶残的面孔 随后她举起宝剑 做事就要向劳拉劈血 危机关头 劳拉突然一脚飞向还在摇摆的木桩 只见绳索锻炼 失去重心的木桩一头撞向了佛像的心脏 瞬间送佛像再次升天 而劳拉则一个快跑越过石怪 随后便奋力地向出口冲去 可石怪依旧在身后颈椎不舍 就在最后关头 她突然熬的一下 就连带着石怪一起冲出了木血 而那石像在接触到阳光后就瞬间瓦解 为了获得神光三角的真相 劳拉决定摒弃前弦和阿伟联手 一同前往远在北极的万影湖 寻找那另一半神光三角 然而当他们一行人穿越雪地 费尽千辛万苦地进入洞窟内 结果却震惊地发现 这里的机关 竟比吴哥窟地复杂了一千一万倍 球体的中央突然凭空生成了两颗光斑 狗狗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朝着光斑就咆哮着冲了过去 谁知下一秒诡异的阴雾发生了 只见狗子跳进光斑 身体竟如同抽丝剥茧一样 被分离成了肌肉和骨架 随后当狗子越过光斑 身体竟又瞬间恢复如初 劳拉一眼认出那就是时间风暴 所有的物理规则在那里都会被瞬间打破 但阿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连忙招呼手下去寻找神眼的位置 谁知就在这时 九星连珠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而墓穴内的巨型机关也突然开始了启动 只见九颗小球围绕着中间的大球不停旋转 原来这就是模拟了太阳的九大星星 然而机关转动速度太快 结果小卡拉咪们还没找到神眼 就被飞快的机关压成肉饼 或被直接拍进水中 大撞见撞 立马就甩掉手电爬上了机关 而劳拉也果断上阵 他可不想被这帮飞舞耽误了大事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果然很快劳拉就在太阳的球体下 发现了神眼的位置 随后便立马将罗盘怼了上去 谁知下一秒劳拉突然就瞬间消失 然而当他再次凭空出现 手里就正拿着那另一半神光三角 与此同时 九星连珠正式开始 眼看万事俱备 阿伟拿起神光三角就要组合在一起 可意外的是 两块三角竟完全没有反应 恼羞成怒的他只好将目光看向了劳拉 谁知他掏出一把四十米的大刀 突然就刺中了还在一脸懵逼的大壮 眼看男友突然隐恨 劳拉瞬间悲从中来 而这时阿伟却告诉了他神光三角的真相 原来完整的三角可以拥有神的力量 只要将时间逆转 他就可以再次救活大壮 劳拉看到远处悬浮的光斑 突然心中灵光一闪 接着他拿出罗盘 一把就扔进了光斑之中 只见一声巨响 罗盘瞬间分解成无数零件 原来三角的最后一块碎片就藏在罗盘里面 随后劳拉拿出那枚碎片将它放入了裂缝之中 只见一阵电光火石过后 劳拉成功拿到了完整的神光三角 随后在他的意念下 时光突然逆转 死去的大壮又回到了重刀前的状态 而这是劳拉抓住空中的匕首 拼尽全力地将其旋转了360度 最后他突然一枪打碎三角 只见时间瞬间恢复 而阿伟也被飞刀刺中当场隐恨 没有了神器的支撑 洞窟瞬间就开始坍塌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劳拉在一众二哈的帮助下成功逃出了洞窟 所以说 再厉害的宝物如果落到坏人的手中 都会成为危害世界的存在 与其这样还不如将他彻底摧毁 影片到此结束